巴斯勒摄像警车的一个操作的流程 这个是总电源的开关 然后我们如果要设置药片的话 我们先等泡灶同步全部对好之后 然后把里面这一排药片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们在触摸屏上选择新境规格 然后这个是一个透明的选项 下面这个是药片的形状 上面这里应该是一个铝树和铝铝吧 这里是一个什么圆形的异形的单色胶呢 或者双色胶呢 那我们现在选择双色胶呢 名称可以根据自己数个000 然后进入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之后 我们就会拍个照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这个焦能的对比度 差不多 怎么样最清晰 摄差最最清晰就可以 这样也可以 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 它这里就会显示出来了 它这里就会显示有一个 警测的范围 我们从这个开始 按住鼠标 拉过来 在这个区域里 警测它 一定要宽度这个胶囊 然后再点下一步 然后再检测 每一板的药片 就四板 我们就做四个框框 药品都要在框框里面 选好之后 我们再点击下一步 这里是 它是显示说 找出 焦能对比度最大的一个 我们感觉一下 哪个最大最清晰的 就可以选择哪一个 我们从0开始 从到9自己露影看一下 1也可以 1也可以 好 选好之后 我们再顶级下一步 这里是说 蓝色的覆盖 胶囊暗色的地区 就是这个蓝色的 要覆盖住 这个暗色的 胶囊的部位 把它加大 多拉一点过来 好 把这个加大 再紧小 这两个可以调的 调整起来 这个蓝色的都有覆盖住了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太多了 我们加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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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